向前傾盛 俐落出手 擊劍小將 積極攻勢 完美攻擊得分 選手奮力拼搏 贏得比賽 積分排名全國前五 拿到2024亞洲錦標賽入場券 披上中華臺北的戰袍 為國爭光 沒想到到了機場 卻發現沒拿到簽證 出不了國 一點 簽證才會辦 後來還是到一點 是科威特的時間一點 臺灣的時間是十六點 車一機早就飛了 多補一個一萬七千塊的票 他說比完再說吧 小孩子都很委屈 是協會的疏失 據瞭解極建協會經費有限 公費名額少 四名選手與協會討論後自逃腰包 機票住宿一人花費六萬多元 簽證則由協會統一辦理 原定十九到二十六號 要前往科威特比賽 但自費選手四人十九號 早上抵達機場時 卻發現簽證沒核發 根本無法出境 家長怒控協會當下 也沒有立刻出面處理 積分夠了之後才可以出國 出國的時候 很像跟國家沒有關係 那乾脆你就不要穿代表隊的衣服 家長痛批 協會出包卻消極處理 雙手一攤金丟下一具 可以改機票 就要選手自行承擔 加上改機票得再自付上萬元費用 導致小將們心情大受影響 你是穿的是台北的代表隊的衣服 因為是代表國家 但是我們沒有人像孤兒一樣 就很可笑 國家可以多重一下體育 然後這些新興學子 可以好好的發揮 基建協會回應是科威特官方 辦理速度太慢才會導致簽證延遲 並不是他們太晚申請 但就怕未來同樣情況再上演 家長只希望體育署相關單位 都能夠好好重視國手權益 並讓奴隸為國爭光的選手 背後之勝心酸與無奈 繼續問張興知 張家瑜 問你千年怎麼到 立刻下載禁信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